我相信很多人也对我一样很想学钢琴 但是呢出年之后才有机会开始学 首先生命舞室的这里叫大家学钢琴 或者给任何的学习建议或者指导 我就是单纯的一个初学者 想把自己的学习经历记录下来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如果你也有在自己练钢琴 或者是想要学钢琴的话 可以我们一起可以相互讨论 然后相互监督 首先我觉得成人学习钢琴真的挺不容易的 大家开始学钢琴或者是想要学钢琴 肯定是对钢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兴趣 才开始想学 但是成年之后呢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据着 就很工作之后呢 又感觉非常累 然后还要脱起身子 让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这时候就已经很想就做自己非常放松 看一些YouTube视频啊 或者是一些综艺节目娱乐节目 所以这时候如果每天能够抽出来半小时 或者一小时的练习时间的话 长远上来讲两年三年 或者甚至半年一年 我觉得肯定会能看到很多的进步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频道呢 把我自己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 然后如果大家也有想想要开始学钢琴 或者已经在开始学的话 欢迎来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每周分享我的学习进度 还有学习情况 然后大家如果看到我的视频之后 觉得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些建议 或者觉得我接下来应该练什么 或者是我哪里还需要改进 首先我说一下我目前钢琴的学习 历程 我第一次接触钢琴 记得是小学的时候 我老夫家有一家钢琴 垫子钳 然后我就喜欢在上面随便的弹一弹 后来发现钢琴本身有几首曲子 然后我就跟着摸索随便弹 然后去找那个音 后来就是弹了会弹 然后就让我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 会弹了欢乐颂 就非常简单的这个单手右手弹的这个欢乐颂 还有其他一些就比较非常一点点小曲的 然后我就发现我对钢琴就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就是拖到高中毕业之后 我当时自己在家里办了一个自己发传单 然后办了一些辅导班 然后赚了一些一点钱 所以后来当时报了这个钢琴班 学了大概不到大概十几节课的时间 就学了一些非常基础的 就比如坐姿啊 手的握姿啊 还有就是全音符半音符 休止符和其他一些基本的这个阅理知识 但是暑假之后呢 当时是练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包括课上课就是一个小时 后来每周二我记得当时晚上会有几个小时 叫钢琴开放日 所以我们就随便自己去练 小时我也去练 练了大家有不到音乐的时间了 后来就就上大学之后就没有时间 反正都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吧 就没有开始就没有继续练了 后来就是到现在这都已经 好 其实我高中毕业已经好多年 然后上个月的时间吧 因为最近特殊时期嘛 大家都开始宅在家里边 那里不能去 所以把这个自己的小爱好开始试起来 大概一个月之前吧 我开始就是做一些钢琴的研究 就开始想是自己去学 还是找老师去学 想一段时间 我觉得还是自己开始学 大概现在目标位置 学了不到音乐的时间吧 我还是觉得自己这样学 还是蛮可信的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学钢琴啊 或者学英语 或者是学任何的其他语言 或者乐器的话 都是要靠不断的重复 不断自己去练 有个学校或者老师 在旁边指导呢 只是提一个指导性或者监督的作用 如果我们作为常人的话 这种自控力的话 还是比小孩子们还是要好很多 所以只要是自己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坚定了这样一个学习的信念的话 这样每天半小时一小时坚持练下去 在一段时间之后一定能看到成功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我觉得 先慢慢这样自己练习吧 目前为止的话 我每天练习大概半小时 基本上一小时左右吧 有时候可能有些事情当中练半小时 可能有时候 就是一练开始忘记时间了 我就多练一会儿 大概就一个半小时 或者甚至偶尔两个小时时间 因为我学高琴主要是自娱自乐 就是想学一些 想会谈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刚心曲 经典的曲子 或者是流行曲 自己边弹边唱 我是这样的想法 没有任何考级的想法 但是小孩子学习高琴 还是需要包括一式自公力的问题 而是一般家长都会希望 小孩子能去考一考级 还要来考学校什么的有加分 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没有考级这方面的考虑 所以 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自己学 大概学了一月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蛮有进步的 我觉得它是挺个性的 我到目前为止的话 还没有觉得想要找老师 受到自公力呢 这也是我想学钢琴的初衷之一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仗义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交流 也希望能够吸取一些大家的建议 和理解 开始想要把这个系列的视频 做成vlog的形式 就是每天一根 daily vlog 但是后来想 因为我每天 每天都是 基本上做一些重复 可能每天的练习内容 不会有太大差别 所以我在想把这个系列的视频 做成一个 weekly vlog 就是每周 周梗 这样的话大家看起来 会是特别的枯燥乏味 而且也有一些 你能做出一些内容 说一下我们前的学习情况吧 我大概是一个月 大约一个月之前 开始进化学钢琴 然后把钢琴啊 实际上set up好 在做这个 跟波恩老师一起学钢琴的 这个决定之后呢 我就在网上自己搜了一些资料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找到一个很系统的学习资料 或者是系统的课程 当然我知道 有些大线老师在网上给大家收课 有可能这样一对一的 但是除此之外的话 我没有看到网上有一些 很系统的学习资料或者课程 这样也非分享 所以我们一定跟着这个app一起 联系掌心 这个app 我目前在网上这个app叫SIMVPN 跟着大概有练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吧 但是我没有任何的推动 你们可以自己去选 你们比较喜欢的那个app 因为我觉得 当然你们如果找到了一些网上比较系统的免费资源 欢迎大家分享给我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 所以我第一次在跟这个app去练 实验上也有几个其他的比较流行的app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些调查或者比较 我目前在跟这个就是叫SIMVPN 目前跟着大家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目前就是我练到了他的essential frame 大概是第三个课程 如果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当然这个课根不是同样 没有赞助 就是刚开始第一节课 就是给你一些basic非常基本的 然后就是essential one 给你一些基本的两手弹的感觉 然后就是让你选一个path 一共有两个path 第一个比较注重technic 就是协调性啊 灵活度手指 第二个就是比较注重弹一些歌曲 然后选择你的path之后呢 我目前是选择这个path 因为我觉得还是科学的话 还是练一练手指的协调和靈活 所以我就跟着第一条线在练 好 33我是很早之前就学完了 就是主要是练习一些基本的简单的note 我目前还是没有再一起往下 跟着这个app去学 但是我会跟着他的一个音乐的library 他有个music library 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练一练 谈一谈 我为什么没有开始继续用他去呢 因为在学完essential three之后呢 我觉得我还是要熟悉一下 用一些歌曲 练一些歌曲熟悉一下我的手指的协调 所以我希望就是把它慢下来 不要急于求生 就是一下子学很多很多的内容 各方面都需要不停的重复去练 所以我最近每天就是在练一些曲子 还有就是我发现就是手指的指法 灵活度的话 还是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内容去练 后来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一本 就是一个谱子 应该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吧 叫叫哈呢 是比较精简的 大概就是60个练习 主要练习是我指的灵活度 我大概练了有一两周的时间吧 我现在开始练习第一part 一共是60个 我现在刚练到第一个 然后我计划下面这一周 开始继续巩固第一个练习 还有开始第二个练习 还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在随后的视频中 随着我每周钢琴学习内容进度的更新 我会把我真正的 我弹钢琴的这个过程 也用视频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也有一些 就是钢琴的学习建议或者内容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我会继续大家的建议 然后对我觉得也会对我的 港琴学习过程有一个提高 然后在后面的视频中 如果我觉得我练起来还不错的话 我会在我的视频中分享给大家 希望通过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搭建一个钢琴学习的平台 能够让大家一起交朋友 然后互相讨论 一起进步一起学习 因为钢琴真的是需要一个 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练习的过程 可能有一些 中间有一些枯燥 但是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大家一起互相的监督 互相的鼓励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转发评论 打开小铃铛 这样每次我出视频就能收到通知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Bye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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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